必带至上第六章 立位的儿子是格顺、戈侠、米拉利 戈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西伯伦、乌靴 暗兰的儿子是亚伦、摩西、还有女儿米蒂安 亚伦的儿子是拿达、雅比户、以利亚萨、以他玛 以利亚萨生菲尼哈、菲尼哈生雅比书 雅比书生不羁、不羁生乌西 乌西生希拉西亚、希拉西亚生米拉约 米拉约生亚玛利亚、亚玛利亚生亚西兔 亚西兔生撒都、撒都生亚西玛斯 亚西玛斯生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生约哈南 约哈南生亚撒利亚 这亚撒利亚在所罗门于耶路撒冷所建造的殿中 共祭司的职份 亚撒利亚生亚玛利亚、亚玛利亚生亚西兔 亚西兔生撒都、撒都生沙龙 沙龙生西勒家、西勒家生亚撒利亚 亚撒利亚生西来亚、西来亚生约萨达 当耶和华建尼布贾尼撒的手迁徙犹大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 这约萨达也被迁徙了去 立位的儿子是格顺、戈侠、米拉利 戈侠儿子的名字是利尼、士美 戈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西伯伦、乌靴 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母士 这些是按着立位人宗族分的各家族 格顺的子孙如夏 格顺的儿子是利尼 利尼的儿子是雅哈 雅哈的儿子是辛玛 辛玛的儿子是约亚 约亚的儿子是伊多 伊多的儿子是谢拉 谢拉的儿子是耶特赖 戈侠的子孙如夏 戈侠的儿子是雅米拉达 雅米拉达的儿子是可拉 可拉的儿子是雅西 雅西的儿子是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以比亚撒 以比亚撒的儿子是雅西 雅西的儿子是塔哈 塔哈的儿子是乌烈 乌烈的儿子是乌西亚 乌西亚的儿子是少罗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亚马赛和雅西摩 雅西摩的儿子是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索菲 索菲的儿子是拿哈 拿哈的儿子是以利亚 以利亚的儿子是耶罗汉 耶罗汉的儿子是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撒姆尔 撒姆尔的儿子是长子约尔和雅比亚 米拉利的子孙如下 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 摩利的儿子是利弥 利弥的儿子是士美 士美的儿子是乌撒 乌撒的儿子是士米亚 士米亚的儿子是哈基亚 哈基亚的儿子是亚帅亚 约归安设之后 大卫设立以下的人 在耶和华殿中负责歌唱的服饰 他们就在会幕的账目前供职歌唱 直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 他们按着班次供职 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祭在下面 歌侠人的子孙中有歌唱的西曼 西曼是约尔的儿子 约尔是撒姆尔的儿子 撒姆尔是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耶罗汉的儿子 耶罗汉是以列的儿子 以列是陀亚的儿子 陀亚是苏福的儿子 苏福是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马哈的儿子 马哈是亚马赛的儿子 亚马赛是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约尔的儿子 约尔是亚撒利亚的儿子 亚撒利亚是西藩亚的儿子 西藩亚是塔哈的儿子 塔哈是亚西的儿子 亚西是以比亚撒的儿子 以比亚撒是可拉的儿子 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 以斯哈是戈侠的儿子 戈侠是利未的儿子 利未是以色列的儿子 西曼的族兄 亚撒站在西曼右边供直 亚撒是比利加的儿子 比利加是史米亚的儿子 史米亚是米加勒的儿子 米加勒是巴西亚的儿子 巴西亚是马基亚的儿子 马基亚是伊特尼的儿子 伊特尼是谢拉的儿子 谢拉是亚大亚的儿子 亚大亚是以炭的儿子 以炭是辛玛的儿子 辛玛是美的儿子 是美是亚哈的儿子 亚哈是格顺的儿子 格顺是利未的儿子 他们的族弟兄米拉利的子孙 在他们左边供直的尤以炭 以炭是基士的儿子 基士是亚伯迪的儿子 亚伯迪是马路的儿子 马路是哈沙比亚的儿子 哈沙比亚是亚马歇的儿子 亚马歇是希勒家的儿子 希勒家是安西的儿子 安西是巴尼的儿子 巴尼是沙麦的儿子 沙麦是莫利的儿子 莫利是母士的儿子 母士是米拉利的儿子 米拉利是利未的儿子 他们的族弟兄利未人 被派办理神殿账目中的一切事 亚伦和他的子孙 在梵祭坛和香坛上烧集物和香 为这至圣所里一切的功 并为以色列人遮罪 是赵神图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 亚伦的子孙如下 亚伦的儿子是以利亚撒 以利亚撒的儿子是菲尼哈 菲尼哈的儿子是亚比书 亚比书的儿子是布基 布基的儿子是乌西 乌西的儿子是希拉西亚 希拉西亚的儿子是米拉约 米拉约的儿子是亚玛利亚 亚玛利亚的儿子是亚西图 亚西图的儿子是撒都 撒都的儿子是亚西玛斯 以下是他们在境内 按着营寨居住的地方 亚伦的子孙哥侠人的家族 先拈旧得地 以色列人将犹大帝的西伯伦 和四维的郊野给了他们 只是将蜀城的田地和村庄 给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给亚伦子孙的有庇护城西伯伦 利拿和蜀城的郊野 亚提尔以石提墨和蜀城的郊野 西伦和蜀城的郊野 底壁和蜀城的郊野 亚山和蜀城的郊野 不是麦和蜀城的郊野 还有变亚敏之牌 地业中的加巴和蜀城的郊野 阿勒敏和蜀城的郊野 亚拿图和蜀城的郊野 他们按家族所得的成共十三座 按旧给戈侠其余子孙的 由马拿西半支派地业中 就是那支派家族地业中的十座城 按着家族给格顺子孙的 由以萨迦支派地业中 亚瑟支派地业中 拿弗塔利支派地业中 以及巴山内玛拿西支派地业中的十三座城 按着家族 按旧给米拉利子孙的 由流变支派地业中 加德支派地业中 西布伦支派地业中的十二座城 以色列人将这些城和蜀城的郊野 给了立位人 他们按旧把犹大子孙支派地业中 西免子孙支派地业中 遍雅民子孙支派地业中 这些提名的城给了立位人 歌侠子孙家族中 有些从以法连支派得了 他们境内的诚意 给他们的有在以法连山地的 庇护城事件和蜀城的郊野 基瑟和蜀城的郊野 约缅和蜀城的郊野 伯赫伦和蜀城的郊野 雅雅伦和蜀城的郊野 加特林门和蜀城的郊野 还有马拿西半支派地业中的 雅乃和蜀城的郊野 比连和蜀城的郊野 给了歌侠子孙其余的家族 给格顺子孙的如下 马拿西半支派家族的地业中 有巴山的歌兰和蜀城的郊野 雅斯塔路和蜀城的郊野 以萨迦支派的地业中 有基迪斯和蜀城的郊野 大别拉和蜀城的郊野 拉末和蜀城的郊野 雅年和蜀城的郊野 亚瑟支派的地业中 有马沙和蜀城的郊野 亚顿和蜀城的郊野 护戈和蜀城的郊野 利和和蜀城的郊野 拿弗塔利支派的地业中 有加利利的基迪斯和蜀城的郊野 哈门和蜀城的郊野 基列亭和蜀城的郊野 给米拉利其余子孙的如下 西部伦支派的地业中 有林摩罗和蜀城的郊野 塔伯和蜀城的郊野 在约旦河与耶利哥相对的那边 在约旦河东 由汴支派的地业中 有旷野中的比西和蜀城的郊野 亚哈萨和蜀城的郊野 基底墨和蜀城的郊野 米法亚和蜀城的郊野 加德支派的地业中 有基列的拉墨和蜀城的郊野 马哈念和蜀城的郊野 西石本和蜀城的郊野 亚哈萨和蜀城的郊野 强 Carlos 쪽에美都日本酒ある 如果参戴屋は市民教廈的郊野 所 diferencia的郊野 和蜀城的郊野